每一天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是什么 接受考验 譬如有人好的东西来供养 你有没有欢喜 有欢喜错了 有人来陷害你 来羞辱你 你会不会生气 一生气又坏了 经不起考验 为什么说经不起考验 所有现象是假的 你会不会当真的 连格力王各界身体也不是真的 所以忍如先人 心里都没动 你各界他心没动 他成佛了 见得起考验 我们这小小的一考验 马上被境界转了 一桩不如意的事情 要生气生好几天 你是愿不愿望 遇到一桩好事 也高兴高兴几天 这不行 禁接风一动 你就完全不及格了 一定要修到 禁接风动 我不动 你就成功了 那我受伤害呢 伤害就让他去伤害吧 假的不是真的 我们钱被人劝劝 钱是假的 不是真的 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 没带一文钱来啊 将来死的时候 一分钱也带不去啊 你会不会认真的 啊 我们产业 他要霸占送给他吧 啊 我游跟他游 有什么分别呢 没有分别 给诸书 佛在经上讲 越识越多啊 你为什么不写呢 对佛的话不相信 哎呀 我好不容易赚得 现在佛教我写 我写了之后 我就没有了 你试试看 你写了之后 后头就来了 来历比你写的 一定要多几倍 越识越多啊 啊 社财的财富 社法的聪明智慧 事无为的 的健康长寿 你为什么不肯舍 啊 别人向你要 那有缘人吗 给他就好了 啊 缓缓细细 他要是 无理 夺取的 也给他 我们命里有的 绝对没有介绍 真的越是越多 那他 拿去之后呢 给诸书 他命里有 就这么多 不会增长 命里要没有的话 他得到之后 得到你这个财啊 他一定是害病啊 遭恒厚啊 把这些钱花掉了 他也得不到 他拿去享受什么 去害病 当医药费 他这种享受的方法 他没有福啊 所以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啊 人没有放下轮回心 你就脱离不了 轮回的关系 修行人 头一个标准 今天讲的指标 修行第一个指标 就是超越六道轮回 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 念佛往生净土 就生 放定 犹豫土 不是在凡神通知出来 凡神通知出来 没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 但是 所有的执着 要大幅度的降温 断不容易 要把它减轻 如果我们分别执着 一年比一年轻 那就证明你修行的功夫 一年比一年提升了 这个要紧了 无论做多么好的事情 都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以为 我做了好多功德 做了好多好事 那你就力不开三山道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佛在经教里 都常常教导我 三能提口 修一切功德 最明显的 我们不识 供养 不识出去之后 心里头不要想着 我做了多少好事 做了多少功德 别人受了我的恩惠 当中我送了他多少都 供养 不识出去 心里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这叫功德了 还念念不忘 那是福德 福德 六道里头有报应 善有善报 我有我报 不是不报 时辰未到 时辰也到了 一切总报 一切总报 跑不了 每一个宗教里面 都对于英国报应 讲得很清楚 这不是假的 现在 催眠书已经 看作为科学了 多少人在催眠里面 我还看到一个报告 好像过去 过去的八十世 时间四千多年前 那个时候还没有房子 住在洞穴里面 他说出那时候生活状况 由此可知 人并没有死 人既然没有死 就不能跟人皆无缘 总是要跟人皆善缘 他对我再不好 我对他好 我以善先对他 他就说把我害死 我还原谅他 来世的时候 做好朋友 不要冤冤相报 冤冤相报 这愚痴 不能干这个事情 现在我们觉悟了 我们不搞轮回了 他去搞轮回 我不搞轮回了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求生净土 真正你能够念到 有把握往生净土 应光大师教我们一个方法 把死字贴在额头上 怎么个贴法呢 我的做法就是 我天天就想到 今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的一天 我今天也该干什么事情 除了念阿弥陀佛 什么都不想 这一觉睡醒了 明天又来了 那明天就多过一天 大概佛没有来接引我 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做 这个事情 第一个提升自己 第二个帮助苦难众生 真的是这个想法了 不是假的 这样想法 你才会放下一切 你不会再执着了 不再搞明文理养了 七心动念 多为苦难众生想 怎样帮助他 离苦的路 帮助一切众生 绝悟 帮助一切众生 断悟修宣 帮助一切众生 该邪归归正 从我做起 我要做一个样子 给人看了 我还没有感动别人 那是我自己的功夫还不够 功夫够了 肯定能感动人 这样做就对了 这是我自己有个修行的笨办法 我再次提供给同学们做参考 我再次提供给你